是糊涂的,什么都做不好 为防止社区中久病不遇长者或情绪困扰的青少年 利用手边臀流的慢间药物或药局尘药 进行自我伤害行为 台北市卫生局7月起与台北市药室工会合作 结合638间社区药局及药师 宣导1925安心专线 并主动关心慰问前来领药购药的民众 因为用镇静安眠药这些来自杀身亡的民众 这种自杀死亡的方式在我们台北市是排列第五年 虽然它不是那么高 可是我们用111年跟110年来比较是有上升的趋势 那所以不管是全国或台北市 因为镇静安眠这些药物的使用自杀 伤害自己然后自杀身亡的数字都有在上升 我们接下来会跟我们12区的社区药师 那我们会透过我们本府的自杀防治中心 那会有假师跟社区药局的药师 来进行一些像自杀手门人的教育训练 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社区的药师增加敏感度 台北市药师工会理事长张文静表示 台北市有1260位社区药师 药师们在日常针对行动不便或久病不遇的慢性病长者 会借由到宅送药药物咨询时给予关怀 如发现忧郁倾向或失智症前照者 也能及时提供筛检评估并主动转借医疗资源 我记得我在30年前开始职业的时候 我刚好在淡水马街对面的药局 自己在社区药局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应该是在照护病人的 那有一次他刚好到药局来收拾我当当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很疲累的样子 我只是问他一句说 我只这样讲而已 他崩溃大哭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这些照顾病人的家属 其实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社区药局确实我们在临床上 一直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病人 不管是没有拿到处方的这些陪病家属 或者我们社区药局常常接受到了 非常多的一些精神科的疾病的药 或者甚至有一些民众 其实他本身其实心理上面有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正确的就医 那我想我们可以发挥我们 在这个自杀手能源的这一个角色 来协助我们的民众 卫生局呼吁民众如有身心困扰 除了可以就诊身心科 或向就近社区药局寻求协助外 也可以主动致台北市心理资商门诊 寻求专业协助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